远眺太平洋的广阔美景一路前行 我们到了灵鹫山的开山圣殿 开山圣殿于1984年落成 新道法师曾说建筑要活在大自然里 于是大殿的建筑尊重自然 并且与山林万物愉悦共鸣 殿内供奉全台湾第一尊左卧佛 一直到2007年底 左卧佛迁住大殿堂旁 开山圣殿才迎来自泰国僧王寺的卧佛 开山圣殿高颈一层 前有巨石 巨石上曾隐隐浮现藏文中 象征万有生命 潜藏生命发生的种子字 轰字 不思议之事 一时传为圣山美潭 说起大殿内的水 是新道法师当年率众开山建造大殿时 发现麒麟岩壁所流出的泉水清凉甘甜 引入殿内后每天由常驻法师 以如首观世音菩萨之大悲心精神 持送大悲咒加持 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悲水的由来 新道法师从内修到外弘 从头陀苦行至菩萨道 面对这片汪洋大海 以及山式酷似佛陀弘扬大圣佛法的印度灵鳩山 故将道场取名为无声道场 希望以慈悲的胸怀发愿度众 回小巷大自立立他 而佛法的汇聚 也从台湾东北角 缓缓向海天之际辐射而开 走进开山圣殿旁的正觉塔 宛若来到印度菩提家爷正觉塔 竹塔内供奉有九头龙王互币的 佛陀禅定法像 千佛参天的脚锥柱状佛塔 是以纯红铜铸建而成 塔上千尊佛像的庄严摄寿 更让人感受佛陀得道时的殊胜与伐喜 新道法师鼓励大众 能多在此清净佛法 精进修行 一起走向圆满成佛之路